聚集处理器到底做什么事情? 稍微看一下 在很多语言里面都有聚集 不是只有C语言或组合语言 组合语言C语言 很多语言里面都会有聚集 但是有一些语言里面不需要聚集 比如说动态性语言里面 因为它本身的动态性就很强 也没有所谓的编语的问题 所以就不太需要聚集 组合语言里面有聚集的需求 C语言有 聚集处理器是方便程式撰写的使用 避免重复撰写程式 也就是说70米 它看起来很像函数 但是函数被误叫十遍的时候 它的程式就是多了十个Core 在组合语言里面其实多了十个Core 也就是说只多了十行的程式码 但是呢 聚集被误叫十遍呢 那程式码会复制十倍十次 所以如果你的程式有100行 复制十次那就一千了 所以聚集会大量膨胀你的程式码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像这样 如果我们的组合器有支援这种聚集的功能 我的组合器能有支援聚集 那如果有支援聚集的这种功能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MS 然后这个M的符号 假设是参数前面的前置符号 OK 那你就会看到 当我们这样写的时候呢 OK 那这警示号是特别用在聚集里面的标记 聚集里面的标记 让聚集展开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特殊处理 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这边互交一次MAS ABC 再互交一次MAS CBE 那他会做什么事呢 他会把A和B大的那个放在C里面 再把C和B当中大的那个放在E里面 所以E会得到ABCD里面最大 应该是说ABD里面最大 因为C就是AB里面大 好 那因为他互交了两遍 所以呢 在聚集展开的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 复制两次 但是呢 参数取代不一样 这边本来的S变成A 本来的Y变成B 本来的Z变成C OK 但是第二次互交是CDE 所以这边本来的S变成C 本来的Y变成D 本来的Z变成E OK 所以聚集就是展开 参数取代掉 直接贴上去 就有点像简列布 他是会把参数取代掉的简列布 为什么不用函数 为什么不用函数 这是个好问题 那在 我先讲组合语的里面 为什么不用函数 因为组合语的里面 如果用函数的时候呢 你的参数 会是个问题 举个例子 我如果用函数 那我A B C 这些东西 OK 我如果用函数 那我是不是 要做参数传递 那组合语的里面 要怎么做参数传递 还记得 我们在第三章 还是第四章 第三章 是RODE RODE 组合语的里面 参数传递的方式有几种 第一种的方式是 我把它放在暂存器里面 传 人 所以我就是放R1 然后我就规定说 R1就是第一个参数 R2就是第二个参数 这样子传 那 那这时候呢 我要呼叫他之前 我是不是要先把A载入到R1 然后把B载入到R2 然后再用C 对 然后做完 那你程式码是不是 会多了好几行 那也还是比展开 后来还要来得少 对 但是对程式设计是不方便的 这个展开 对程式设计师来讲 他是写两行 虽然展开之后很长 对程式设计师来讲 他只要写这两行又 所以很方便 但是呢 这个展开 虽然大 我如果不在意他的空间 那 没有关系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用Core的方式去做 那我程式势必会变得 比较不清楚 因为我的参数要放R1 拿出 到底他是什么意思 不容易了解 你也不能够像这样写 那这个有明显的意义 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呢 如果是 是改成Core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 我一直在弄R1 拿出到底他是什么意思 就没有办法很清楚 所以 在组合园里面用句集 让你程式变得更清楚的功能 所以 用Core的话 有它的缺陷 在组合园里面 但你还是可以Core 譬如说 你还是可以写一个 副程式用Core的方式 那用Core的方式呢 也有好处就是 它程式码会小 但是缺点就是 比较好的方式 其实是 你希望省程式码的段 然后你用Core 然后呢 如果它不好用 外面再包一层小句集 这样也不会展开得太大 然后呢 使用又方便 所以像那个 我记得我们从前在写组合语言的时候 就是 就是 用微软的主力器 它叫MASM Microsoft Assembler 那MASM呢 它就 为什么 其实它不叫 真的不叫Microsoft Assembler 大家都误会 真正它的名字 的意思是 Macom Assembler 聚集主力器的意思 支援聚集的主力器 所以叫MASM 那 它就是 支援聚集 那所有的Core呢 就是 因为在组合语言里面 除了Core以外 没有所谓的副程式 那没有像高阶语言的副程式 那么方便 所以 它蛮依赖聚集的 所以它才会叫MainCore Assembler 那你如果真的写组合语言 你就会发现聚集 真的 在可读性上 在那个 你写程式码的长度上 都有它的优势 那越高阶语言 你会发现聚集好像越不太需要 再看下面 聚集处理器的动作 我们直接跳到高阶语言 看一下例子 这个是C语言的聚集 你会发现C语言的聚集 通常用这种 像这种很短的 才写成聚集 很长的我会不会写成聚集 很长的比较少写成聚集 对 很长的通常我直接写成函数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 隐脉函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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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没有那么神奇 没有那么神奇 隐耐寒数只不过是把寒数变成聚集 比如说 它用展开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寒数就對了 所以它速度为什么会变快呢 快的原因是因为它不用去处理堆点 它不用把参数做推入堆叠的动作 也不用在最后再取出三分钟 事实上隐耐就是敌方人 一样的东西 只是隐耐通常会写的比较长 那 隐耐写的比较长 但是它 正正展开的时候是聚集的 是在展开的 所以它不用去推入堆叠 再把参数从堆叠取回来 就省掉了 如果你真正去看主义器 或是处理器 编译器所产生的能量 前置和后置的段 通常呢 就在前置大概至少5% 后置至少5% 它是你的参数数量额定 所以 那个 那个 会是一个负担 而且它 每次护加进去 就要创造堆叠 它要创造框架 会是个负担 所以 在这里 你会发现 用底板做短 用铭板做长的 其实是一个有据集 大概了解 有很多东西 其实它一点都不神奇 但是那些书把它讲得很火异 让你觉得它好像是个神奇的东西 所以 所以 有很多东西 就是 你 当你看清楚它是什么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它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 铭板就是 聚集的意思 那 这个是 C元的聚集 那你用一参数 也不可以让它展开 比如说 这里mess amine 用一参数 它就是说 帮你展开出每聚集的组合 的 C元 像这个 y等于mess 35 其实就是把这个展开 变成 3大L 有话叫3 乘5 就这样 所以就展开成这样 所以聚集就是用展开的方式 那要处理这个聚集呢 其实也不难 就是说 我把聚集的内容直接贴进去 然后把参数改掉 所以 就很简单 就是 把聚集的内容整个字串 当成字串 记住 贴进去 参数取代掉 注解拿掉 就ok 好 那 聚集处理 就 就 虽然很简单 但是还是需要用到两轮 我们的主义器不是有 s1和s2 还记得吗 我们其中考也有考 主义器第一轮做什么 第二轮做什么 看到 还有考符号表 和 op table指令表 那 诗题都有考 可能 有人想不起来 那 同样的 聚集也要用两轮 那 为什么要用两轮 其实 主义器用两轮的原因 是因为 如果你不做两轮 那那个符号 会没定义 因为 你做到前面 如果他用到后面的五号 那 你不知道他的位置是多少 所以填不进去 所以 要用 聚集 要用两轮的原因 也是这个 因为 你没先看过一遍 那 你怎么知道 他在误教聚集 那 等到他误教的时候 你突然找 也不太适合 所以 最好的方式 还是做两轮 那 一轮呢 就是把聚集的定义 通通记住 放一个聚集表 第二轮呢 就是 一看到聚集 误教的时候 就把它展开 参数取代 就这样 所以呢 这边就写得 比较露书的一点 第一轮呢 就是 定义聚集 当看到聚集定义的时候 就把它聚集读进来 然后把它放到聚集表 主要在这里 第二轮呢 就是 当看到某一行 是聚集呼叫的时候 是聚集呼叫的时候 那就 就去搜寻 搜寻 它 是不是在聚集表里 如果是 那就 展开 取得聚集之后 然后呢 先取得聚集的参数 聚集的参数要取得 才可以展开 名称 现在要去用名称去 聚集表里面去查 查出那个聚集的程式 然后呢 再把聚集呼叫里面的参数 整个自换点 把程式码里面的参数 用聚集呼叫里面的参数 去自换程式码里面的参数 最换完之后呢 要把标记做特殊处理 为什么 你看一下 为什么标记要做特殊处理 这边我是不是写 JL1 L10 这个L10呢 我就跳到L10 那这看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它是聚集 所以呢 当它展开 呼叫两次之后 会展开两次 如果这边是JL1 L10 没有加1的话 没有加1的结果呢 这个L10还是L10 那下一次呢 又JL1 L10 这边又是L10 重复定义L10 那不就挂了 所以不行 要在这种聚集里面的标记上面 加上代号 呼叫次数的代号 这样就不会重叠 那些标记就不会重叠 所以当你这样加上去 像我这里就加 L10呢 就是1 and 就2 再下一个L10 3 再一个标记4 就这样一直属下来 绝对不会重叠 除非已经超过整数范围 那你程式要写出超过整数范围 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因为现在的电脑的整数很大 32位元的电脑要4G 你要写到4G个Label 那你的程式吗 应该是百亿行 那不太可能 所以应该可以容忍 不用去考虑这种错误 所以聚集的处理 其实不困难 所以这一张 其实是轻松的一张 那C元的聚集 刚刚我们看到 第一个用Define 第二个用Inline 那方法也比较常用 但是Inline 是真的专业使用吸引员的 他真的考虑到说 我这个函数 我希望它很快 但是我不太在意说 它展开几次 会浪费多少空间 这时候我就会加上Inline 我希望它很快 但是空间不是问题 有些函数 他可能只被勿交到一次 这时候你用Inline 计程空间又不会 又不会 对 就是又很快 所以你在写诗语言的时候 就是要做这些考量 那这些考量 在很多高阶语言里面 不需要考量 例如说更高阶的C-Sharp 或者C-Sharp 很少去考量这些东西 但C-Sharp 其实是一个中间语言 它是写前入式的 前入式的记忆里 在过去都是晶晶即将的 所以你不能够 去考虑这件事情 就是说805E 里面就只有64K的 现在已经到64K 中间是更少 那非常少的记忆容量 你怎么 你怎么能够不去在意这件事情 就不行 那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 就是说 像前两天我还看到 有个 有个 城市全开放门尺码的朋友 他们居然开了一家公司 专门 教人家怎么用 JavaScript写 签入式系统 应用 那 那这时候你又发现 签入式系统好像已经不是那么 那么低阶了 我可以用JavaScript来写 签入式系统 用JavaScript来写签入式系统 那是一个 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 它发生了 而且未来很可能 这搞不好是主流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事情 那他们把JavaScript摸得很熟 把Google的那个V80 请他弄给JS的东西摸得很熟 那 确实 因为现在的 签入式的能量 和速度 又大又快 所以签入式已经不一样 最近那个 我们有 有 提一些经费要买一个东西 叫做ReciblyPi ReciblyPi 如果中文翻译叫做蓝莓Pi 蓝莓Pi 它不是一种Pi 它是 它是一种 单 就是 一种 一种 单板电脑 它大概只有信用卡那么大 对 那 那个信用卡那么大的东西呢 你如果可以外接键盘 外接银幕 就变成一台电脑 OK 那个 以美金来买的话 好像是 三四十块 对 大概 运到台湾 大概一千九百可以买得到 事实上没那么贵 大概一千两 一千二一千三就可以 在美国买到 那 它 像这种东西就 变得很强 因为它 它基本上 它已经可以跑 Linux做一系 它在迁入式里面 直接跑一个Linux 而且 这也不是新闻 但是 它设计的超简单 它设计的目的就是 为了要让小孩学迁入式系 所以未来各位你会发现说 现在很多小孩可以玩乐高 玩乐高这种东西 乐高机器人 可能是 你会发现他们玩得很好 那 最近还有人说 应该教八岁的小孩写成词 那未来你就会发现 会有一堆很厉害的小孩 他们九岁八岁就会写成词 搞不好你还会输他 那 那 这或许是一个 因为 这是有可能 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程式变得越来越简单 你看Vitual Studio 有那个 写法 小孩能不能学 有可能 甚至有一些根本都完全 以乐高的那个Mindstone的那个软体 它根本就连衣服都不用会 它是用拼积木的方式 让你拼出来一个程式 那 这时候小孩能不能学 他只要会听那个积木就好 不然不需要会英文 那慢慢的你会发现 这样的小孩 或许在未来的时代是有优势的 那 不一定要学职工的 往往 我们看到最优秀的程式人 都不是职工出来的 最优秀的程式人 往往都是 有没有看到 是各个奇怪的领域 跑出来 念社会 念建筑 各式各样奇怪的领域 所以我跑来一些程式 都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职工领域的人 真的要加油 这个到时候 到时候真的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 我记得我之前在面试人的时候 我看到职工领域的人 我也很没信心 然后我看到那个身位系的来头 我也很开心 因为你能发现这种人 就是进来之后就是很强 所以到最后 我就专门喜欢找这种人 有奇奇怪怪背景的那些人 他敢来面试程式设计的领域 那个都是有两把刷子 那不是随随便便来的 那些人到最后都很厉害 那我们看一下 思议员的食物 在做展开的时候 那比较复杂的 你看条件式聚集 这个各位有没有用过 这可是你在学校里面 常常不会用 但是出去之后一定要用的东西 如果你不会写这个 人家觉得 那你还是学生程度的思议员而已 如果你会写这个 人家就知道说 你已经不是学生程度的思议员 什么是学生程度的思议员 什么不是 来看一下 你会写If Define的话 你就不是学生程度的思议员 你不会写If Define 你就是学生程度的 因为这个 这个你只有你回要试就可以 干嘛它不然 不一样 不一样 If Else 没有办法 做到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会用If Else 去写这个 代表你真的不懂 If Define 真的 If Define 不是这件事情 来看一下 给你 它跟程式码的大小也有关系 而且它會取得那個編譯指引 用編譯指引來指導你要產生滿多少層次 這個debug就是編譯指引 所以這個debug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打GCC的時候 它如果-d後面加上一個符號 這個就代表define 我定義了這個符號 譬如說debug符號 那如果我定義debug符號呢? 那我去展開的時候 這個ifdefine裡面的東西就會被展開 如果我沒有定義debug像這樣子編譯 那它就是no debug狀況 那這個ifdefine整個就不見 就完全不會被展開 所以它牽涉到你的程式碼行數 所以你不能用飲 你只一用了飲 就是一定會被移進來 你用飲define它是不一定會被移進來 所以你能用飲透的意思嗎? 了解這個意思嗎? OK 算 OK 這個不能算 這個真的告訴你 怎麼講 你在學校往往會覺得 這些語法好怪 我幹嘛要用這些 但是呢 你出去業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懂這個按不懂這個 的人 基本上它的程度就是有差 它已經變成一個標記 這個標記就是 你程式設計到底是專業級的還是入門級的 它用來區分你這種東西 所以現在就把它學會是比較好 我舉個例子 像譬如說剛剛那個 清道德老師所講的那個領域 我熟不熟 我懂不懂其實我也不深懂 但是我大概了解它的概念 我們會去探究 那你就當成你在學那個 就是在玩那個俗讀 就是訓練你的當代 OK 那你這樣子做的時候 慢慢你會發現 常常問有一個好處 常學新東西 這是層次很必要的特質 OK 那你如果只會一種程式語言 那通常你的能力不太好 那如果你會四五種程式語言 那這種人通常能力會很不錯 但不是說它碰不破 而是它這四五種都有在用 日小生活它就在用 那這種人通常很不錯 那這邊最好你現在就把它學起來 當然這個考試也會考 可是我覺得不要因為考試會考 才去學這個東西 我覺得太不太有意義 那這個東西就真的學起來 因為我記得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也有懂過這裡 然後我出去公司上班的時候 他們這樣寫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然後這時候你才開始感覺到說 原來學生西語言跟業界西語言是有差異的 那等到你這個看懂了 你會發現後面還有更大一段 西語言可以說是那個 怎麼講 一種深奧的語言 它一層又一層 你到底能看到第幾層 它是一個很深奧的語言 那如果大部分會說西語言很簡單的人 通常是不太會西語言的 它根本就沒看過真正的虛言 那如果你看到Linens 核心裡面的西語言怎麼寫 你會發現 哇 怎麼會這樣用 當時我去追蹤了TinyCC 這個編譯器的西語言怎麼寫 我看到好多奇怪的語法 我從來沒有見過 每一個都把它學起來 你會發現你們西語言的能力就進步 那 稍微回到主題一下 if define 這個是句集 所以當你加上debug的話 就是說如果有定義這個標記 這裡會展開 如果你沒有定義這個標記 這裡不會展開 那同樣的這邊也是 if define debug 有定義的話 就這裡會展開 沒有定義就不會展開 所以當我沒有定義 debug 的時候 這產生出來的這個 main code debug 1 這個 它會只有這麼多 因為這邊都不會展開 那這個是句集 所以也已經展到程式碼裡面 所以你就會只看到這個 estimate 3大L 問號3 pels 那就是這一行展開的結果 另外這一行展開的結果在這裡 這一行展開的結果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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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所以它展開出來的程式碼很小 但是加上debug之後呢 展開出來的程式碼就變大 大多了 你可以看到bounce等的0 那這個就是debug 用到的時候才會展開 那接下來這裡就是主程式 Nex 沙姆這些都有 而且這個debug debug debug這一段 給你這一段也有 為什麼 因為定義了debug 結果它展開之後變這麼長 那思議員是 那就是金金計繳記憶體的 金金計繳城市效能的 語源 這是為什麼它滿累的 所以到底要不要展開 這個在產業界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產業界追求的是什麼 低成本高效能 你要追求低成本讓高效能 展不展開 就是一件關鍵的事情 所以最后来做一下十座 来刚刚的这一个程式 这是第六章 我们下载一下第六章 我们下载 因为这个教室第一次使用 可以重新下载 我们展开了在这里 第六章的程式 你可以看到这是MACO C 展开的结果 其实这些展开的结果 现在都可以不要 我可以把这个 我们都拿掉 只要刚刚那边 编软就好 编软就好 那这是我们的程式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程式吗 就没有 诶 错 我 不小心把它删掉 物源删除 不行 重新 解了说好 我删错 三错 应该是哪一个 MACO 一大根 这个 对应该留这两个 没有一个难找 应该有两个层次 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层次是在讲Define 这个Define呢 这里有两个Define 是不是 然后一个呼叫MACO 一个呼叫Mean 我们来做一次展开 诶 糟糕 这里有没有Define 加加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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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就算有的话 可能也是那个 PALOM 对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加 Define 加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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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evel 这个 我也不算再在 框栏 是 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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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